今天呢 我和大家咱们共同学习一下情绪管理 在讲这个情绪之前呢 我让在座的各位 你们都思考一次 心理工作呢 我是分了四个方面 一个是心理测试 对这个全体的官兵进行心理方面的一个问卷的调查 还有呢 就是心理的训练 心理训练这一块呢 我包括有这个总体的心理辅导 就是以这个大课的形式来授课 还有就是一个团体的小团体的辅导 也基本上就是二三试人吧 再就是个体的 个体咨询 还有就是个体咨询 包括这个呢 有个体的心理的输导 还有个体的呢 放松训练 还有宣泄 宣泄呢 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宣泄室 就是训练这一块 还有一个就是心理书吧 可以让大家呢 通过阅读心理书籍的这个方法 这个知识呢 来进行这个心理的输导 部队呢 现在特别重视心理这一块 包括在国内的定期的找我们这个心理的医生 做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个讲座 还有一些这个团体的这个训练 总体来说吧 我们这些战士心理素质还都是比较好的 最主要的是到中期 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失眠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站岗嘛 24小时都要执勤的 所以说呢 这样的晚上去站岗 白天这样调休一个生物中的紊乱而导致的 几个别的这种的有思想的 思想压力的 或者是家里有什么问题的 做一些这个个体的这个疏导 个体的咨询嘛 通过给他们这个做这个给他们做这个讲课应该也好吧 或者是这个团体的训练 或者给他们接触了以后 我就发现就是我们军人的什么叫奉献 什么叫牺牲 其实呢 他们这些呢 很让我感动的 生活当中你的这个发展思维 有的人看到的是杯子 有的人看到的是两个什么美丽的少女 没什么的 exploded 过这个白天 空 我